字幕志愿者 杨宇 赵点视频 红中玉风水命理时间 炎光幕见到红中玉师傅 嗨 你好 师傅 今集我们想说一说一些风水的话题 有一些不同的风水的禁忌 或者有一些常识 知识 我也想请教一下你的 先说一些比较汁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有一些住宅 有一些物业 有机会变成空宅 你撇除了鬼鬼怪怪的原因 我觉得在一个科学的解法上 风水应该有一个见解 究竟这个单位 有什么问题 而令到有机会 发生命案 究竟你又怎样看法呢 有什么问题 以下有十种成为空宅的屋的特色 第一种就是三角形的屋 三角形的屋是熟火的 煮急速的意思 会令到家人的情绪不稳定 容易脾气和暴躁 来说 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化解的方法 尽量用装修的方法 将那些尖的地方遮挡去 令到它不要有尖角的感觉 另外来说 第二就是缺角的屋 缺角的屋 因为缺角 会令到家人的身体 会不好的 容易多病痛 事业也不顺利 容易产生健康上的问题 为什么呢 化解的方法来说 在缺角的地方 点一盏长明灯 令到它常常是光的 令到那个位置来说 光明了它 第三种屋来说 开门就看到电梯 电梯来说 因为电梯 天天都在开开山山 好像一把刀 将这间屋来说 斩开 对于家人的健康 都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 化解的方法 就是在屋外面来说 挂一个突镜 大一点的突镜 挂在门上面 就化解到 第四来说 就是 大门直冲厨房 因为厨房 是代表妇女 如果大门直冲厨房 的话 妇女的健康 是容易特别有问题的 也代表夫妻关系不好 所以这种也是不好的屋 那怎么化解 化解的方法 就是在大门 那里 把一个屏风 令到它不要直冲 第五种 另一种 是没有枪的屋 没有枪的屋 也不好 为什么 因为没有枪 代表没有生气 没有阳气 没有阳气 也代表聚阴 没有阳气 也代表运程不好的 这些 所以来说 也容易有阴灵 骚扰 所以 现在化解的方法 就是 一个神位 就是 关带 关带 或者观音 都可以 熱鬧一下,或者養一些寵物,也可以的 第七種屋,周圍的屋都比自己高的,遮住你的 這種形成的困局,這些屋特別在鄉村的地方是比較多的 城市較少,都會令到你事業不順利 財運也是難剪所長的,也是阻滯的 所以化解的方法就是在屋裏加光的燈,放一對銅麒麟向著窗外 第八種就是大門直衝主人房,也是不好的 大門直衝主人房的運氣,主人的運氣也會比較反覆 就會時好時差,也會容易有手術血缸,也難以聚裁,所以不好的 而化解的方法就是在大門直衝走廊的地方,放一些大葉的植物化解 第九種,廁所和廚房相對,廁所屬水的,廚房屬火的,所謂水火相沖,容易家人不和 在健康方面也容易有心血管的毛病,所以不好的 化解的方法就是在廚房和廁所中間,掛兩盆植物,放兩盆植物化解 最後一種是第十種,走廊直衝大門,所謂風水上就是槍殺 所謂一條直路一枝槍,容易有損人丁的事件 那怎樣化解呢?化解的方法可以在大門外掛一個突鏡 這樣就會化解得到的了,以上就是有十種方法化解 OK,當然,我自己覺得,我聽完師傅這麼詳盡的說法 我當然覺得,不會說中一樣就變空窄的 當然有不同的元素,再加上自身的命運 沒錯,那段時間又不是那麼幸運 加上就有機會有些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當然,賣一點廣告,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哪段時間是不幸運 當然可以請教師傅 可以透過八指,透過算命去知道更多 另一件事,我經常都聽到,有一些說法 就是,哇,今年,你的槍外,動土 我們看到這麼大的地盤在,不好的 究竟是不是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還有,應該怎樣解決呢?師傅 是,今年的2022年,任人年,有四個位是不可以動土的 第一個位是屋的中間 因為今年的屋的中間,入了一個叫五黃星 動土來講,即是動五黃,動五黃一定是大病 你今天動五黃,三日內你就有事了 第二個位是正北方,今年叫三殺位 在室外或者室內的三殺位,即是那個位動土的話 等於動三殺一定有官司,或者大病,或者破財 所以千萬不要動土 第三個位,今年不可以動土的就是東北方 因為今年的太歲就是東北方,即是動太歲 太歲頭上動土一定行衰運的,事業,會失業,重病,災禍連連 另外,第四個位就是西南方 西南方也不可以動土的 因為今年的歲破是西南 而且今年的二黑病扶聲也都在西南 如果在那裏動土的話,包你的大病 或者母親有事 就是以上這幾樣東西是不可以動土的 留意一下 嗯,OK 大家可以了解多一點 但是我想請教師傅 距離有沒有分的? 有的 就是有沒有很近很遠的 有的,如果那個距離大約是 300至500米以內已經有事了 哇,這樣也很容易 是啊,已經有事了 那就是我們了解外圍的環境 原來都影響家居的風水 是啊 那我想請教一下 什麼的外圍環境 可以稱得上為之最壞的風水呢? 嗯,以下有三種的風水屋 是令到你家居的環境是最差的 第一就是窄外見到近處的地方動土 例如那些 起樓啊,打樁啊,天秤啊 那些鐵啊,打橫的鐵啊 指著你 這件事是你最兇的 這件事一定要避掉去 那化解的方法 最好搬了 如果搬不出就是 下窗簾遮了它 所謂眼不見為乾淨啊 第二件事就是黏刀殺 例如你的窗去看外面 有一條天橋 彎彎的,好像把鐮刀那樣向著你 那你的家人就會容易多病痛的了 那化解的方法 就掛一個突鏡在屋外面 另外呢,就下窗簾看不到 第三,如果見到窗外有兩棟大廈 中間有一條空隙 而後面呢,見到一個天空的 那這種我們叫做 風水上叫做天斬殺 那流塵越高來講 俠鳳就越細的 殺傷力就越大 好似一把鐮刀那樣 將你家屋一分為二分到兩邊 以科學角度來講呢 透過那些裂鳳 產生的氣流相當之強的 風水上的殺氣也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呢,就會容易令到家人有血缸之災 而且事業都是遭逢巨變 化解的方法就是下窗簾看不到它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三樣東西就留意一下 OK,所以呢,風水呢 就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一個不好的現象呢 再加上你的命運呢 是有問題的時候呢 可能就像我們最初所說的 你的單位不幸地變成空宅 有些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大家呢 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請教洪中玉師傅的 影片資訊欄找到他的方法 聯絡方法 下一集我們繼續請教師傅了 好 拜拜